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主題高中科研社 我是中平 我是捷运家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就是熟期在地养香瓜蜜饯 熟期高中会在嘉义县 熟期厢阿里山三角下的一所学校 在熟期种植许多有特色的水果 例如今天的主角养香瓜 这里的养香瓜种植在温室中 不仅外观加甜度高 口感绵密十分好吃 羊山瓜直接吃当然好吃 但是毕竟是水果容易腐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它做成蜜饯 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呢 制造蜜饯的原理是利用高渗透压溶液 使水果果肉中的水分流出 抑制细菌的生长 因而增加其保存的期限 那就让我们来实际观察 羊山瓜在高渗透压溶液中的细胞变化吧 首先我们准备了几下题材 护食纤维镜再铺片 盖铺片 咸水 糖水 热爱水 滴管 镊子 解剖刀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羊山瓜 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实验吧 首先我们先将羊山瓜剖开 再用解剖刀将其切成薄片 切成薄片后拿起我们的再薄片 将一滴水滴上再薄片上 再加羊山瓜放置再薄片上 接下来我们拿出 盖薄片 我们洗的 盖上去 那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薄片标本了 接下来 我们再把它 弄到纤维镜下面 那我把薄片标本 放置纤维镜 中间固定住 然后把倍率 调成为百倍 再利用粗细调节轮 来调整焦距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羊山瓜的细胞结构 好接着 我们滴入食盐水 那我们透过画面呢 就可以清清楚观察到 羊山瓜的细胞膜呢 慢慢地远离细胞壁 代表细胞里面水分流出细胞 产生食壁分离的现象 接着我们放入 另外一个 羊山瓜的膜片标本 那这次是我们滴入糖水 那我们可以透过画面来观察到 相较于食盐水之下 那个比较不明显 但是呢 还是可以看到 有脂壁分离的现象 由以上食盐而知 糖水和食盐水 对羊山瓜细胞而言为高渗透压容易 可使羊山瓜细胞中的水分流出 使细菌不易生长而增加保存期限 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蜜饭制作过程原理 那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哦 以上就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好 我们来 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 好 做过 怎么样 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好 OK 好 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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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爱丹丹丹丹丹 好 我们毕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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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的祈推测